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登总统只要保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 那俄罗斯就不可能进攻乌克兰 想象一下美国和北约的军队部署在俄罗斯的家门口 站在俄罗斯的角度确实是有点吓人 普京自己也说这个会损害俄罗斯国家安全利益 而事实的情况是 乌克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极不可能加入北约的 但是拜登总统和北约领导人就是不直接说出口 那既然能这么容易的结束战争 为什么又会导致今天的状况呢 这位前国会议员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实际上他们希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样他们就有明确的借口去实施严厉的制裁 这是一种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一场现代围攻 第二个作用呢 这场战争它实际上巩固了一场冷战 而从中受益的是军工产业 大量的军火将卖到战场 所以他们不仅不阻止这场战争 还继续煽动紧张局势 如果他们让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那么将掀起新一轮的冷战 那军工产业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那这些钱由谁来出呢 很显然是美国人民 乌克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三方来出这笔钱 这一点损害了国家安全 但是最后控制着大量美国政客的军工产业资本家们赢了 现在他们要做的事就是数钱 我们非常赞同前议员的这个观点 美国政客做事的风格确实是这样 他看问题非常的长远 俄罗斯能够入侵乌克兰 如果说美国前期没有参与炒作和部署 这恐怕没有人相信 就俄乌战争为例 美国声称送给乌克兰6亿美元的装备 那这些钱难道真的是美国人民的税收吗 打包整合买来武器送给乌克兰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没有开打之前 美国就已经评估好了这场战争的收益情况 之前美国一直刺激俄罗斯 普京暴怒 随后躲在乌克兰后面的波兰显得非常的慌张 原因很简单 他们惧怕流氓 而乌克兰一向在欧洲垫底 可以说弱不经风 那在这种情况下 波兰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申请要买一批美式武器 于是在2月18日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正式发布消息 美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向波兰出口包括250辆坦克 以及大量的海军军火 其中就有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波兰向美国购买的这批军火合同总价值达到了60亿美元 我们知道军火的利润非常的高 它跟生物制药有点像 是研发阶段的费用非常高昂 一旦研发出来 有了图纸 有了核心科技 就等于费铜烂铁卖高价 军火的利润一向超过毒品 如果非要说它是世界最赚钱的行业 也不为过 但是军火有特殊性 像生物制药利润也很大 制药成本本身几乎为零 我们花钱买的药 其实是买药的知识产权 但是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只有20年 而且药品 人人可以买 人人可以吃 军火的情况就复杂的多了 它一般伴随着很强的政治属性 一般来说 为了安全起见 军火都是政府之间的生意 当然也有像朝鲜那样 把军火卖给某个组织 甚至是恐怖分子 这个就另当别论 那既然是政府间的买卖 就难免对外交关系又造成影响 比如美国卖武器给台湾 中国大陆肯定就不高兴 所以军火生意一般是比较强劲的政府 像美国中国俄罗斯 可以靠他们强大的实力 来抵消掉一部分军火的政治属性 也或者说呢 谁更强大 谁就可以卖出更多的军火 因为他不在乎第三方国家以外的想法 所以这世界哪个国家最强大 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那我们回到俄乌战争上 美国送给乌克兰6亿美金的军火 我们注意啊 这是价值6亿 不是成本6亿 对于掌握知识产权的美国来说 什么冲锋枪装甲车导弹 那就是破铜烂铁 你不送给别人 过了保质期 美国还得花钱自己销毁 俄乌战争背后 仅仅波兰一单生意 就是60亿美金 不但可以赚钱 反手还可以制裁俄罗斯 如果俄罗斯继续发弄 那美国就可以卖出更多的军火 中国政府的外交人员 经常册封美国是世界警察 美国呢也不置可否 美国监督全世界的局势 经常发动号称正义的战争 这个对不对 从现代文明的角度说 也没什么毛病 联合国不就是一个帮派吗 说它是国际性的黑社会 也没什么不可以 帮派总得有规矩 总得有牵头人 不是美国也可能是丑国 总之会有一个老大 但是这老大自己 总吃香的喝辣的 底下的小弟们 肯定不太自在 所以究竟谁是正义的 在联合国内也一直争论不休 而俄罗斯这次大打出手 真的是中了几方面的圈套 无论在什么帮派里 你随便打人 这也说不过去 在这场战争中 美国和中国都各有心思 美国要做的 就是继续主导所谓的正义 主导正义 我得收点服务费吧 卖点军火回回本 这个大伙可能没什么意见吧 而中国呢 如果俄罗斯打赢 那就继续供奉俄爹 如果打输了呢 那俄罗斯肯定加倍依赖中国 这个伦理关系就瞬间扭转 俄爹就变成儿子了 对于中国的依赖就言听计从 那世界新一轮的格局将更加的复杂 那我们看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就是俄国会不会坐以待毙 他能不能接受失败的结果 心甘情愿的接受世界的制裁 这一切的问题都指向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可能 普京会不会使用核武器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不用怀疑 几乎是没有可能 但是会有一个极端的可能啊 那就是普京的精神状况 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普京精神出了问题 但是前不久 马克龙去莫斯科与普京会谈 就曾劝过他不要动武 在这次会谈中 马克龙很惊讶 他说当时的普京 与2019年见到的普京完全不同 显得特别的固执 特别的孤立 特别的死板 德国总理苏尔茨也有相同的感受 他见到普京跟他谈了三个多小时 而普京的每句话的态度 都好像要把人拒之门外 不想跟任何人接近 把自己完全的孤立 如果纵观历史的话 独裁者因为长期身处高位 不受到制约 到了统治的后期 精神出问题的概率非常的大 不论是斯大林 毛泽东 像卡扎菲 萨达姆 还有朝鲜的金正日 金日成 到了统治的默契 行为都非常的古怪 即便他最后没有使用什么核武器 就以现代的行为举止来看 普京完全不像一个执政二十多年的领导人 该有的援华事故 还有政治判断 通通没有 就他的状态 未来会发生什么大事 对于独裁者来说 都不算稀奇 更可悲的是 有的国家竟然还在赞美独裁者 比如毛泽东发动的抗美援朝 很多人还没战斗就被冻死了 还拍成电影的电影院里播放 还有几亿人赞美毛泽东 那像普京 毛泽东这种独裁者 他究竟会被历史怎么评判 还要由时间来决定 最后还是希望俄罗斯这帮侵略者 早日滚出乌克兰 而美国最好也承认 他该负的责任 好吧 我是平凡 欢迎您点赞评论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